被雍正皇帝视为左膀右臂的大将军年庚瑶 为何在转瞬之间就成为了雍正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 敬请关注雍正十三年上部第十三集 龙争虎斗 雍正继位之初大将军年庚瑶便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君臣二人一位在京中总览全局 一位在边陲平定叛乱 随着大清王朝的日渐强盛 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垂 享遇朝野 多年来雍正皇帝对待年庚瑶 年庚瑶的态度更是恩宠至极 然而好景不长 这对令人艳羡的君臣关系骤然冷却 此时的年庚瑶成为了雍正皇帝心头最大的隐患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雍正皇帝对待年庚瑶的态度 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 面对已经在朝野上下根深蒂固的年庚瑶 雍正皇帝又将如何逐步瓦解年庚瑶的势力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雍正十三年上部第十三集 龙争虎斗 如果说年庚瑶 骄纵不法 功高震主 雍正一定要把他拿下 这容易理解 这容易理解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隐寺 隐提 还有隐唐这些人 公开地跟雍正叫板 而且甚至密谋 好多的大臣 要把雍正的位置拿下 这我们就不理解了 这些人才是雍正的死对头 但是雍正把这些人呢 搁置一边 几几乎一定要把年庚瑶置之死地 两个人原来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年庚瑶成为雍正 首要的一个敌人 一定要把他置之死地 中间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们要回答 那我们看 年庚瑶 大气上 当他自己事业最编锋的时候 这个人就万乎所以 所结交的这些人呢 可以说三教九流 无所不交 在他的身边呢 可以说集聚了很多的人 文武谋臣 都有 年庚瑶在西北 找了很多人 那其中有一个人 此人呢 应该是湖广一带的人 姓周明鲁 他把他招为心腹的幕僚 住在什么地方呢 总督雅鼠里边有个书房 这样的时候呢 年庚瑶可以经常呢 跟他进行切磋 有一天夜里头 年庚瑶就到这个 总督雅鼠的书房里头 急几乎把这个周鲁叫起来 说我们到外面看一看 这周鲁说 这大半夜的看什么呢 他说你看这个房子上面 房子上面什么呢 冒了好多的白气 好多的白气 周鲁说这不奇怪啊 年庚瑶说 哦不是这么回事 这白气是什么呢 是王气啊 帝王之气啊 周鲁说 这白气怎么就成为帝王之气了呢 这年庚瑶说 我给你讲一件事情 于是呢 从这个书房里头 拿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很有讲究 叫什么呢 叫玄向复 打开到书中 当然有一页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其中有两段话 他给这个周鲁讲 他说是赤云飞上龙头山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此日将分九顶逢 第三句话讲 既遂木火 必当成运 周鲁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那年庚瑶就跟他讲 龙头山 赤云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龙头山 我们知道 这个龙是指甘肃 被称为龙 他说红云 如果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天下就会大乱 天下分成什么呢 分成九个地方 我年庚瑶 要分一块地方 而且既遂这两个字 就指着一个年字 那下面呢 讲的是木火 这两个字 讲的是一个年代 他讲的就是 雍正三年和雍正四年 他说我还找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道人 这个道人叫静一道人 住在什么地方呢 在浙江 在嘉兴这一带 他住着 我有一次 请他看我的祖坟啊 他看了之后 我说不得了啊 你们年家后人 要出大人物 这个邹鲁说 哦 你已经手握重兵 川山总督 还不是大人物吗 杨阁耀笑了 不然 不然 这 看我五六年 之后是又一番景色 绝不能 仅仅是当个王啊 那我们就知道 年庚瑶可以说 这时候呢 有很多膨胀 他认为呢 雍正三年或四年的时候 天下就会大乱 天下大乱的时候 我应该分九顶 分成一块 川山总督 那不带画像 当王也不带画像 所以我们说 这个人啊 忘乎所以 这个私心急剧的膨胀 这也是年庚瑶 后来跟雍正这个关系啊 急剧转下的这么一个基本原因 那可能我们会有怀疑啊 年庚瑶跟周鲁之间的这些事情 还有跟静一道人 找他老算的这些事情 雍正能不能清楚啊 我们说雍正这个人啊 精明大 真的是在清代帝王当中 极为精明 所以他一拨一拨的 派什么呢 派身边的人 监视年庚瑶 但是年庚瑶也不是吃醋的 所谓的调到什么呢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两个人这样PK 雍正派呢 派的这些人呢 监视年庚瑶的 明堂很多 有的是御前大臣 御前的侍卫 我派到你身边 保卫你 还有的呢 我们知道年庚瑶要打仗 在西北的整个地方要打仗啊 那就到军前效力 还要修城池 所以一拨又一拨的 都到了年庚瑶这里头 实际就是监视年庚瑶 但是年庚瑶有办法 他什么办法啊 钱 很多的人给很多的钱 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年庚瑶所收买了 还有呢 我给你高官后路啊 大家想 你一个年庚瑶 怎么能给高官后路啊 雍正皇帝那是一国之主啊 不然 为什么呢 雍正要想提拔人 我们知道那得有些程序 但是年庚瑶在西北 那可以说就是没有戴王冠的一个王 他可以对每一个人可以生杀欲夺 那真的是大权在握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雍正派到年庚瑶身边的这些人 都被年庚瑶给收买了 这成为后来年庚瑶非常重要的一个罪状 更可怕的是呢 年庚瑶的私人的情报系统比你雍正还要发达 我们说不可思议啊 怎么可能啊 但是确实如此 这样雍正非常的恐惧 我们说 如果年庚瑶在背后做的这些事情 雍正要不知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年庚瑶老讲 明年三四月份一定要发生大事情 他不但跟周鲁这些人在讲 跟他的亲信朋友在讲 他到了京城 他跟神医大讲呢 跟雍正皇帝讲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史料当中呢 就有这么一段 他专门讲的雍正 怎么训斥年庚瑶 在京城当中 这是雍正朝的起居注册当中 当时记载的 朕查期 言辞举动 监委毕露 屡赐面家窃责 使无容身之地 我们就想啊 雍正为什么要当面 拆穿年庚瑶啊 如果年庚瑶 仅仅是因为雍正在用人上 他一定要推自己的人 我们在以前讲过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 不会如此的冲突 但是还有 如果在背后年庚瑶模反 或者想要分九鼎这些事情 雍正要知道呢 这两个人之间必死无疑啊 那就是属于争夺天下的事情啊 但是这些事情没有证据 雍正怎么能拿到台面上呢 所以我的分析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雍正旁敲侧击的指 年庚瑶 你在背后是不是做一些小动作 你这些动作 朕可不容许 所以两个人呢 这个冲突 所以在当时的档案当中 有记载的 年庚瑶在京城当中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雍正二年 后来他打了青海之战之后 到了京城的 十月份 在京城当中 他亲自跟雍正讲 他说明年啊 二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什么呢 康熙皇帝的警灵 等于说完全最后造成了 那警灵呢 要有一个最重要的 有个功德碑 这个功德碑呢 是你雍正皇帝 你亲自写的 那这样的时候 是一个最重要的节目啊 但是 年庚瑶跟雍正皇帝讲 我劝陛下 还是不要离开京城 千万不要到锦陵去啊 说得神乎其神 这雍正就问 到底什么事情啊 年庚瑶直直五五 不跟他讲清楚 反正他说 明年不宜离开京城 二三月份的时候 应该有事情 三四月份的时候 可能事情就起来了 这些是完全有记载的 所以雍正就怀疑 年庚瑶是不是背后 跟朝中的有些人在勾连啊 或者说他的情报系统 得到的另外的信息 雍正不安全啊 所以他老用这种话 来恐吓 或者说 让雍正的心里发慌 他老讲这个事情 那不但是这个样子 后来 年庚瑶在京城待了几个月 那回到陕西去认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好多人 给雍正秘密地讲 不能够放 年庚瑶回去了 他回去的时候 是不是要出大问题啊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网友龙江问 林老师说 年庚瑶的私人的情报系统 比雍正的情报系统 还要发达 这怎么可能 老师是不是口误 不是口误 就是这个样子 年庚瑶从京城当中 到西安 这个驻地 多长时间呢 信息可以到达呢 两天 我们知道 西安到京城当中 是多远的距离呢 两千六百五十里路 那就说每天 走了一千三百多里路 但是官报的系统当中 要走多长时间 通常要走四天到五天 因为按照夹击来讲 我们经常来讲 马上飞地六百里 七百里八百里 即便走八百里的话 你也要走三十天了 而且京城当中的 所有的动静 年庚瑶都掌握 康熙时期如如此 所以康熙有一次 金字跟年庚瑶讲 你不要听别人乱讲话 可以说年庚瑶的谍报 系统确实非常发 多年来 雍正皇帝对年庚瑶的恩宠 使手握重兵的年庚瑶 越来越自视甚高 目中无人 甚至暴露出 想要谋反的野心 这让雍正皇帝 感到了深深的危机 年庚瑶刚刚回到陕西 雍正皇帝就写了一封密信 警告年庚瑶 在这封密信中 雍正皇帝究竟说了什么 年庚瑶又会作何反应 年庚瑶回到了陕西 重新接任了他的川山总督 但是他一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君臣的关系 就已经完全变化了 所以这个时候 年庚瑶就开始检讨 不断地检讨 所以第一次从京城回到西安的时候 就开始检讨 那这个检讨可以说痛哭流涕 讲我错了 臣本来是应该在京城当中 笑全马之力 雍正侠是这个样子 那雍正皇帝在这个皮事当中 朱皮当中很长的一段话 很有意思 所以第一次两个人 也就是说从京城回来之后的第一次 两个人这个来往书信 就露出了雍正的杀机 所以雍正那里头怎么讲呢 跟娘刚要警示了 他特别跟娘刚要讲 这什么意思呢 防卫杜剑就是说 首先人主皇帝 你要给这个大臣经常要提醒 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时候 已经太晚了 也可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 雍正在前面呢 是给娘刚要设了一个大的圈套 挖好了坑 让娘刚要往里跳 等到跳进去的时候 你再跟他讲防卫杜剑 那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第二条很重要 什么意思啊 儿等功臣要怎么样呢 要向石建基 什么叫向石建基啊 我现在雍正的江山已经稳固了 不是我刚刚继位的那个雍正 你这个时候再跟我雍正来叫板 你这功臣甚至说背后要分九顶 这是我不能允许的 那第三点呢 他讲呢 哎 你作为这些有功之臣呢 一定要什么呢 要避险远移 那这样的时候才不能走上绝路啊 那这是雍正的第一次 也就是两个人脑白之后的第一次 给娘刚要提出的三点 他说这三点缺一不可 对待功臣 接着呢 他就讲 讲了一段话 怎么叫功臣 他说古往今来呢 功高震主 还有呢 鸟进功藏 鸟进功藏呢 是对君主 功高震主呢 是对大臣 他说这两条呢 他讲了一段 他怎么讲呢 他说作为大臣来说呢 图功 很容易 守功 不容易了 守功如果容易的话呢 中功很难 最后呢 你能把这功劳 能够一直守下去 也就是说 我们翻译过来 平安落地 一辈子最后也不出事情 他说这很不容易的 他相反 他说作为君主来说呢 吃人容易 但你荡恩很难 也就是说你恰如其分 他说这个也很难 皇帝 一定最后要保到底 保到底 他说这很难的 所以他讲了这一段话 还有呢 在第三段当中 他特别讲 那我们看 这是雍正跟年庚瑶 后来两个人关系 纵然紧张之后的 第一次的这个 书信的往来 可以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但是年庚瑶到处散步 包括在雍正面前讲的 说是明年二三月份开始 朝中就会有不稳 然后南边也会出现乱子 到西安的时候 也会出现乱子 出没出现呢 没出现 结果到二月二龙抬头 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龙抬头的这一天 青天剑呢 他来预测了 说在这一天会出现一个急诏 历年来少有的这个急诏 是什么呢 说是日月合璧 五星连珠 这在历史当中可以说几十年才能遇到一次 那我雍正赶上了 所以雍正就指示 不但我们要大力的宣传 而且要在使馆当中要记住 还要告警灵 警灵我们说了 就是康熙皇帝的灵啊 说是这少有的好兆头啊 实际这是什么意思呢 雍正要首先打响着舆论战 先生夺人 你年代要不是散步 说是今年有问题吗 哎 今年恰恰是好兆头 针锋向队 那有了好兆头 日月合璧啊 五星连珠啊 那所有大臣要上表 要什么呢 哦 这才是你皇帝感动上天啊 你坐得好啊 你这个位置啊 年恰恰也不能免俗啊 你是雍正的铁柱子啊 所以也上了一个表 但是在年恰恰上表的过程当中 前一段也讲 哦 你力经图治 才赢得了上天 给你这个回报 但是他把一句话 说错了 这就雍正来大做文章 怎么讲的呢 招迁西涕 他给写成了呢 西涕招迁 实际我们看字面当中 没什么变化 意义没有变 那我们知道招迁西涕呢 这是来自 《易经牵挂》当中的一段话 讲的是什么呢 君子 中日谦谦 西涕若丽 无揪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大臣呢 应该从早到晚 为国家 禁免国事 晚上的时候还要怎么呢 还要检讨自己 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啊 我有什么过错啊 只有这样的时候 无揪 才能不会犯大错误啊 《易经》当中是讲的这段话 那年庚瑶呢 把这块引进来 讲的是招迁西涕 他给写上了什么呢 西涕招迁 这雍正大作文章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汉语当中啊 尽管是 意思是一样 但是在前面表达和后面表达 完全不一样 所以雍正皇帝 指责 把大臣们召集来 哦 朕历经图治 你年龙要不把招迁西涕 许给朕呢 言外之意 是不是指责我雍正皇帝 不勤于国事啊 是不是整天喝酒啊 他说那好了 你年庚瑶不是在青海 打了一场胜仗吗 我过去给你封了 好多的爵位啊 朕也在许与不许之间啊 我这个君主可以给你 我也可以不给你啊 可以给你拿回来啊 这个话 就给年庚瑶说下去了 令年庚瑶明白回奏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而且为了先生夺人 他跟这个年庚瑶说 你不要说你现在病了 这是你手下的人 心腹的幕僚给你起草的 你没有来得及看 不要给我耍这些花招 分明是你心中啊 交从已急 看不上雍正 我现在要收拾你 那我们看这个关系呢 就已经闹得很僵了 那我们可能有一个疑惑 年庚瑶手握重兵啊 川山的总督啊 更何况四川 陕西 甘肃 这些一把手 巡抚 封疆大吏 都是谁提拔的人呢 谁鼎力来推荐的人呢 年庚瑶 雍正不怕年庚瑶 停而走险 他不怕吗 他有什么底气敢于跟年庚瑶 这个时候公开的较量啊 那我们说 雍正已经做了 稳稳妥妥的这些安排 这就是雍正的底气 在微信平台上 网友笑脸问 青天界是如何预测天象的 雍正时期青天界的官员 都是如何选拔出来的 就是以恒星 作为一个总体的标志 然后呢 再赤到 它的周围 以二十八星宿 作为一个总体的参照 那几个变动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日 一个是月 还有呢 那我们知道 金木 土 水 火 这五星 这个加在一起呢 被称为叫七月 历史当中也经常用七正 政治的正 因为古代的人 一直认为 天象跟人事有极大的关系 老天对地上的这些统治者 如果有一些警告 那他就通过天气异常的变化 来警示他 康熙皇帝初年的时候 经过认真的考核 西方的传教士 他们的青天界和我们中国的青天界 在一起比 谁更准确 就用谁 逐渐恶化的君臣关系 使得庸正皇帝 不得不及早解决 年庚瑶这个心头大患 但是面对已经在朝野上下 根深蒂固的年庚瑶 庸正皇帝将采取怎样的行动 一步一步瓦解年庚瑶的势力 在政治运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概括有一个第一原则 这个第一原则是什么呢 组织系统永远挺在最前面 雍正我觉得这个人 最大的一个成功之处 他就在这个方面做得极好 所以他要动年庚瑶 那首先我就在组织系统 进行非常稳妥的一个准备 使得你年庚瑶不但是不敢 也不能为所欲为 那我们知道这个他三面出动 那第一面找了一个谁 我们前面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讲过此人非常的特殊 忠实严信 严信这个人了不得 他最初的时候追随谁 抚衍大将军允提 在他的手下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那这时候雍正决定 要动年庚瑶的时候 给了他第一封密信 他密信当中讲得很清楚 这里头他自然讲 朕将前耳回耳认所西安 朕所以前耳去者 七意颇深 年庚瑶必甚恐惧 助耳知耳留意之 将此指甚密之 不可再令一人知晓 什么意思 他就让严信立刻从甘州 回到西安 统领八旗兵 那我们知道满族当中 最主要的部队八旗兵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八旗兵呢 除了在京城当中 有京城的住房 八旗的近利 剩下呢在天下最核心的地方 他住房八旗 所以在西安 那是住房八旗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所以为什么他说 年庚瑶一定会非常的恐惧呢 你八旗兵动起来了 使得年庚瑶不敢乱动 你要一动 这边八旗兵立刻把你扑灭啊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从军事上的一个部署 来挟制年庚瑶 不敢为所欲为 第二呢 把西北全部的大换班 西北你过去的时候 年庚瑶 你跟我雍正甚至吵得翻天一样 一定要推荐这人 好 那现在对不起来 我要把你统统换掉 陕西 那我们清楚 这是年庚瑶可以说 经营最多的一个省份 除了四川 他就在陕西 所以年庚瑶 从西安这个地方到京城的时候 雍正就已经开始下手了 所以雍正这些部署可以说 都是打了很长的一个提前量 他调了一个什么人呢 从广东调了一个人 广东这个人非常有名 就是这个人叫图里琛 图里琛调到这个地方 雍正给他亲自有秘址 这个秘址呢 讲得特别好 那雍正怎么讲呢 他说朕调你到陕西来 因为你是满洲 满洲我们讲的就是满族人 而且下面特别说 这几年啊 陕西的所有大小官员啊 都变成年庚瑶的随从了 因为你敢做敢为 朕给你做主 一百个年庚瑶 也不能把你图里申怎么样 你就是敢跟年庚瑶叫板 不得有丝毫的畏惧 就是要对准年庚瑶 要跟年庚瑶对着敢 还有第三路出兵 把你年庚瑶调到哪里去 调到杭州做将军啊 谁来接替你啊 这个川山总督啊 所以这时候呢 雍正想来想去 选岳中旗 但是选岳中旗 可以说是限制性的使用 不是雍正全身心的说 完全的信任这个人 所以他给图里琛的 这个秘址当中去讲 你可要盯着 这个岳中旗啊 可是追随了年庚瑶 十几年啊 是他一手提拔的 万一他心眼子歪了呢 那你得一定要抓住事实 给我密揍 我这样的时候 我在修理岳中旗 当然雍正在正面当中 给岳中旗的秘址当中也讲 因为年庚瑶 你不要丢了脑袋 不要把干系落到你的身上 我们说这都是 让这岳中旗啊 可以说几倍发凉啊 所以把整个的大西北 人员进行完全的换了 换上雍正得力的这些人 而且专门跟年庚瑶 对着干 敢于 一点不畏惧年庚瑶的人 我把这些人派到战场上 派到西北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是雍正做了全面的 这些部署 微信平台上 网友周周问 雍正时期的八旗竟旅 是怎样组成的 他们的军事实力 达到了什么水平 八旗呢 它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 驻守京师 这部分都是属千条万旋当中的 除此之外 在天下重要的地方 比如说西安 荆州 杭州 福州 这样重要的地方 也仍然住八旗 这被称为什么呢 叫八旗住房 这两部分形成了对天下的整体的把握的大势 但是整体上来说呢 清朝这种八旗呢 它的武器装备呢 仍然是传统 它最能打的是什么呢 八旗八旗 最能打的主要是 骑兵作战 所以清朝也被称为叫马上天下 这个是有很大的 雍正皇帝想要彻底瓦解年庚瑶的势力 可以说是做了严密的部署 他不仅在政治上将年庚瑶的势力架空 更是借此机会给年庚瑶设了一个局 那么接下来 雍正皇帝将直指年庚瑶 他将会采取什么策略 彻底瓦解年庚瑶的势力 那紧接着雍正皇帝要做什么呢 那就开始真正的来收拾年庚瑶 但收拾年庚瑶 我们说雍正也是真的是老摩深算 他要找两个人敲开天下人的口 第一个人就是年庚瑶的死对头 第二个人是年庚瑶最亲密的 最心腹的人 那这显然啊 死对头 这个人我们前面事实上讲过 四川的巡抚蔡廷 雍正呢 做雍亲王的时候 一直想要跟这个人打关系 所以蔡廷呢 一直拒见 拒绝求见 后来经过年庚瑶牵线 两个人终于搭上了 所以做了四川巡抚之后 年庚瑶在大西北要打仗啊 所以他跟雍正讲 我在这个四川要筑钱 我们知道过去的筑钱 主要是铜钱了 那筑钱的有主要的原料是什么 一个是铜 一个是签 蔡廷说我们四川不产签呢 这个地方不能筑钱 事事都跟着年庚瑶对着干 这年庚瑶就跟雍正说 我推荐人推荐错了 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啊 所以找他的毛病 想把他从四川的巡抚上挤走 但是年庚瑶这个人做事情 我们说绝不会善罢甘心 所以后来就找毛病 在最关键点 雍正把蔡廷引入到京城 蔡廷一见到雍正 那就哭天抹泪啊 跪倒在雍正的面前 雍正跟他两个人聊了天 蔡廷说 臣给你汇报汇报 年庚瑶在四川那些 违法乱纪的事情吧 只有臣敢于跟他针锋相对 做斗争啊 甚至天下的大臣 你看 都为年龄要侍从啊 所以我为什么受到陷害了 你皇帝要给我做主啊 我不但没罪我有功啊 那雍正重用这个人 重用他做什么呢 做左都御史 那大家清楚了 左都御史干嘛的 掌握天下的 督察院的最高的长官 就是来 弹劾人 指示天下风纪的这些人 那这可以说是一个 风向标的一个动作 雍正呢 后边就给天下的大臣 撒网 告诉他们 现在开始揭发年龙瑶 那这样的时候 一个月之间可以说 来了二三十个奏本 就说年龙瑶 违法乱纪的这些事情 那这样的时候呢 雍正就开始在全国 可以说撒下天罗地网 掀起了一个什么高潮啊 揭发年龙瑶 这最重要的这些东西 那还有一个人 我们刚刚说到 那就是年龙瑶的心腹 一手鼎力 把他推到了直立 巡抚这个位置上的 李维钧 李维钧实际上 非常有才华 那我们知道 雍正时期 可以说对清朝 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一件大事件 叫贪丁入母 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呢 就是李维钧做的 所以可以说 非常有作为的一个人 但是你是年龙瑶推荐的 所以雍正就旁敲侧击啊 联系的给 李维钧下秘址啊 你要揭发年龙瑶啊 那李维钧没办法 三次弹劾上奏 来参奏年龙瑶 但是雍正不买账 说你竟然弄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 没有把年龙瑶的背后 真正要做的那些 最重要的事情 违法乱纪的事情 你揭示出来 后面他有一段 最后跟李维钧谈牌了 如于尽势阵仪 须挺身于年龙瑶作对 尽情攻劫 抱其奸进 与天下人尽职 使年龙瑶恨而如仇 则不便自明义 为年龙瑶 而将来 恐仍不能保全首领啊 这就是说 你必须得 坚决地站在皇帝一边 耳切 一定要落水狗一样痛打 接他的痛处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让朕相信你了 那我们知道 这李维钧 打死他也不说 所以就不讲 那这样的时候 雍正只好把这个 李维钧撤了职 然后给了谁呢 这个职位啊 那我们刚刚讲过的 蔡庭 你做直立总督啊 而且把年龙瑶的家 抄家 家口二百多人 还有在京城当中的豪华宅子 赐给了谁啊 赐给了蔡庭 雍正就全部用这些办法 来修理呢 年龙瑶 所以我们说人算 不如天算 年龙瑶万万没有想到 所谓雍正三年三四月份 京城会发生大事情 应验在谁的身上了呢 应验在年龙瑶的身上了 这个真的是出乎他的意料 那年龙瑶被雍正重新调任了 调到哪里去呢 杭州做将军 这样的时候好多人不理解啊 那雍正在下一盘大棋 他主要的想做什么呢 有这么一句话 地出三江口 家湖做战场 那我们到三江口 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呢 是会计县 会计县就是今天 大家清楚的就是 主要是在绍兴这个地方 他是三江 曹娥江 前唐江 前清江 三江交汇的地方 那江湖是 杭家湖的平原 这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清朝入关之后 反清力量最胸厚的 最强烈的 就是主要在这个地方 所以仅康熙一朝 借反清服名 借朱三太子的名义 反清的那就至少有十起 所以雍正在下一盘棋 他希望呢 以年刚瑶作为诱饵 把那些反清复明的力量呢 全部牵出来 来个一网打尽 让他的王朝呢 安安稳稳 结果年刚瑶 接到这个任命状之后呢 他给雍正上了一个折子 在谢恩的时候 他特别蒋 这个蒋一样雍正的 可以说 对他的猜忌更加重了 他说臣接到 皇帝让我调到杭州将军 这个指认去啊 但是我听说 天下什么地方最重要呢 在江苏的遗争 我带领手下的这些人 就在这个地方 静候轮荫 等待皇帝 你是不是要收回成命啊 重新给我扔 另外的一个指份 或者帮我调到京城去啊 那静候轮荫这四个字 我们知道对雍正寂禁要挟 所以雍正得到这个呢 异常的愤怒 那年更瑶 此时呢 可以说带着无限的眷恋 离开了陕西 打到开始向什么地方呢 向南方 向他的一个新的一个旅途 杭州将军这个任上走 那年更瑶能不能够逃脱 死亡的命运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